一 山雨欲来 1800年 世界背景英国 英国工业革命后 吞并爱尔兰 法国 大革命后 拿破仑十年执政 击败奥地利 四年后全民投票成为皇帝 俄国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与拿破仑言和 意大利 福达公布电池原理 德国 贝多芬29岁 第一交响曲手演 美国 独立宣言起草者杰弗逊竞选美国总统 白宫正式成为总统朱棣 印度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200年后成为主宰 日本德川幕府闭关锁国 中国 乾隆皇帝去世不久 汤钱盛世的余晖依然耀眼 虽然中国产品在欧洲畅销 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文化影响了启蒙运动 欧洲的中国日还没有消失 但是除了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 其他人对于中国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 大多数人对之没有兴趣 海外翻国似乎没有多大的威胁 远步如西部 北部陆地邻居的麻烦大 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皇朝没有意识到 极其遥远的地方 那个以工商为主的社会 会对自己带来什么影响 但是影响已经出现了 随着鸦片的输入 中国的白银开始外流 朝廷下令禁止鸦片进口 二 盛世雨晖 1801到1837年 世界背景 欧洲 几乎全部介入于拿破仑的战争 无暇东过 拿破仑失败后 民族主义纷纷爆发革命 英国工人破坏机器 发生骚乱 限制游行 议会制度确立 美国开发西部 强盗资本家被出 被称为想把老爆发户 参与鸦片贸易 门罗主义 印度 英国限制基督教传教士活动 英国仿制品返销 产棉花的印度 日本 继续闭关锁国 中国 中国商人无饼剑的个人资产 相当于今天的三十多亿美元 很可能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中国的独特物产畅销欧洲 例如 经过一百多年的熏透 英国人已经彻底离不开茶叶 当时 世界上生产茶叶的只有中国 在此之前 英国人 美国人甚至为了在美洲的茶叶交易 垄断权而打了起来 造成美国的独立 为了茶叶 英国力求向中国推销他们的工业品 但是 中国人自己自足 对海外商品需求很小 一艘英国货船来东方的时候 98%的货物是白银 一个英国官员说 我们带到中国的任何东西 都没能真正流行起来 要打开他们的铁石心肠 鸦片是唯一有效的芝麻开门式的秘诀 英国政府参与的鸦片走私不绝 中国瘾君子超过400万 白银流出家具 中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子 与此同时 东印度公司派人深入中国内陆 冒着巨大风险 偷走了中国的茶树种子 他们此时才知道 不同的茶叶都是同一种茶树 差别在于长在不同的地方 加工方法不同 然而印度斯里兰卡的茶叶贴代中国茶叶 还要再过30年左右 三 东亚并夫 1838到1832年 世界背景 英国 维多利亚女王成为爱尔兰女王 宪章运动要求普选 引发骚弱 进攻阿富汗失败 荷兰 于比利时开代 法国 征服阿尔吉利亚 德国 瓦格纳发表漂泊的荷兰人 美国百万富翁不超过20分 印度 殖民地矛盾尖锐 日本 继续闭关锁国 中国 林泽徐从北京出发 花了两个月到达广州 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信 徐警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 抄写了20份 反映到欧洲船只回西方 便请代为投递 没有结果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权力控制毒品的国家 英国人认为 处罚鸦片走私者 不该打击全体英国商人 林泽徐认为 只是要求所有外商书面保证不犯鸦片 不影响其他贸易 却引起道光皇帝的不满 要求林泽徐停止一切与英国的贸易 林泽徐研究国际法 准备迎接战争 却不知道对方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英国下院通过对华战争法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四 依然沉睡 1843到1855年 世界背景 欧洲 爆发克里米亚战争 第一次工业化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 英法先进武器战上风 工业革命终于给欧洲各国带来飞速的现代化 一国独大被多国争霸取代 英国 一万五千吨铁质巨轮开工 首届万国博览会 武毒脏乱不堪 祸乱肆虐 太无适合成此合 法国 成立共和国 路易波拿巴政变 再次成为帝国 和国 克里米亚战败 德国 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 爆发革命 意大利 革命爆发 美国 2500万美元购卖 加利福尼亚核心墨西哥 海军建立不久 只有几艘军舰 印度 英国镇压西哥角 日本 被几辆美国军舰打开国门 中国十年前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 令日本震惊 中国清朝政府认为 鸦片战争后 洋人甘满足了 中国吃点亏 继续过一成不变的日子 为调查 为追究 为派人了解战胜自己的对手 澳门丧尸 租界出现 鸦片继续输入 各国从中国掳掠老公 民间开始求变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 荣红前往美国 1854年从耶鲁毕业 1855年回国 但并不被朝廷所用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势如破竹 定度南京 朝廷全力应对太平军 灰飞烟灭 1856到1860年 世界背景 英国同意配合镇压太平天国 英国残暴镇压起义 殖民地矛盾尖锐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出现 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虽然鸦片贸易在扩大 但是没有明确合法化 英法没想废除上一次的条约 重新制定更有力的新条约 克里米亚战争获胜后 英法寻找借口向中国再次开战 美俄跟进 打鼓一战 中国获胜 英法决定扩大战争规模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收回 抢劫圆明源 从此 鸦片贸易在中国变成合法贸易 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 落后就要挨打 只是强盗逻辑的现实 而非真意 英国人在中国为所欲为 1856年 路过霍珠在上海的英国人 有630年 共发生刑事案件503起 犯罪率令人骇然 朝廷终于开始被触动 开始思辨 准备应付下一次可能的挑战 六 大梦初醒 1861到1881年 世界背景 英国 轰打阿富汗 缅辩 殖民地 纷纷起义 镇压 达尔文人类的起源出版 伦敦下士到完工 与列强争夺非洲 镇压反抗 在南非发动第一次布尔战争 法国 苏伊士运河开通 普法战争失败 巴黎公社 占领越南 老挝 德国 普鲁是统一战争 丹麦战争 普澳战争 普法战争 军国主义 西门子发明发电机 德国地质学家 李希特护芬赴华七次 写下中国地质 向德国政府提出 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 和国废除农奴制 侵入中国西部 镇压波兰起义 伊犁条约 美国 废奴 南北战争 500万美元买下阿拉斯加 美国工业实力超过法国 在英国之后位居第二 中国劳工做出巨大贡献的 大西洋铁路开通 屠杀印第安忍 日本明智维新 我们没有历史 我们的历史自今日时 吞并琉球 军国主义 中国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 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彻底改变 以前的赞美 中兴 带这一贬低 其是 在中国的外国人 发生任何不愉快 立即使用炮箭威胁 朝廷不得不开始 事宜自强 也称洋务运动 设立总理衙门 江南制造局 马尾造船长 汉阳钢铁厂 开完煤矿 各使团出国 选派右东赴美 赴 公费留学之时 在当时的世界局势下 这是一次难得的时间机会 但是 这场洋务运动 只局限在少数人 与中国百姓无关 只局限在器物领域 很难设计观念和体制 英国人赫德掌控中国海关45年 在与西方合作中 没有主权的悲哀 阿斯本舰队 没有现代意识 无松铁路拆除 开平铁路用罗马拉 左宗棠代官西征 收复新疆 近代史上 唯一的一场军事胜利 与俄国谈判 卖国者入狱 曾继则因伊犁条约 被誉为中国最优秀外交奖 中兴的迹象 七 吉尺大辱 1882到1895年 世界背景 英国第二次打阿富汗失败 第三次打缅甸 占领 余额争夺中亚 未牵制国国 偏袒日本 美国排华法案 美国工业实力位居世界第一 五一劳动节诞生 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建成 德国占领交通半岛 实力位居世界第三 超过法国 法国 1882年通过义务教育法令 至此 除俄国外 列强都实现了全民义务教育 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 两万条生命 十年努力付诸东流 吞并老挝 中法战争 印度 要求独立的国大党成立 日本 狭无海战 占领朝鲜 台湾 获巨额赔款 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也成为教育基金 中国 同志中兴所倡导的 吸体中用 似乎获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好景不长 在新疆获得不错的结果后 不久 中法战争爆发 法国在普法战争失利后 急于获得新的发展 在中国境内 把为水师战败 在越南镇南关 中国获胜 战场上打一个平手 李鸿张启和 越南脱离中国 洋务运动的成果 还剩一个北洋水师 日本蓄谋已久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 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受 中国支付巨额赔款 失去朝鲜 台湾 辽东半岛虽保住 也是一场耻辱 洋务运动的成果 丧失殆尽 洋务运动与 明治维新的时间差不多 为何败给原先弱小的日本 虽然在中日之外 这场战争并不引人注目 但是 对于中国来说 震动巨大 民间变革力量不可阻挡 为何左宗棠胜了 李鸿张败了 李鸿张面对海洋 他不知道战争的潜力在哪里 吧 变发流产 1896到1898年 世界背景 欧洲 难得的和平时期 享乐情绪蔓延 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办 英国 英国实力沦为老三 心有不甘 没有在甲午战争中捞到好处 极度万分 更换有非洲经验的外交官 为瓜分中国做准备 英国首相宣称 文明国家在中国冲突的种子 已经拨下了 英国支持中国变法的条件是未来中国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财政 教育 外交等 都交由杰出的 有经验的 外国精英 法国 通过东南亚 染指中国南方 陵南等地 俄国 为了得到清朝皇族的老家东北 与清朝保守势力关系密切 反对维新派变法 对清朝皇族的影响超过英日 给清朝皇族一个结盟抗拒日本的幻想 日本 伊藤伯文已出任中国变法顾问官 维新派企图以此对抗俄国 美国 战胜西班牙 获得菲律宾 不愿在中国看到列强瓜分势力范围 提出机会均等 德国 工业实力超过英国 在美国之后位居第二 制造借口获得交州弯 列强纷纷机会均等 向中国提出租借要求引发公车上书 意大利在非诸军事失败 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 败于日本的耻辱 标志着中国的变革不能只局限于上层的部分角落 不能只局限于器物的制造 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近四十年后 在中国有了翻译本天言论 严复将达尔文的理论简单概括为物竞篇则 逝者生存 成为变法运动的强大推动力 但是面对全世界几百年来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民族 各国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每个民族都被迫接受 是人类的福音吗 到底是借鉴英日等国君主离线 还是共和 第一个留学美国的荣红 介绍孙中山相李鸿章尚书 内部矛盾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列强也没有真心支持中国的变法 中国的解体似乎早晚要发生 列强们分别瞄准自己要下口的那块肥肉 与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是 普通民众在失去政府庇护的情况下 不得不自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 秘密解释风行 九 回光返照 1899到1900年 世界背景 列强 除了英法而美日这些就列强 又多了得一两个新列强 意大利强租三门外 中国一口拒绝 丝毫没有损失 也许留下一个可以强硬的错觉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始终忍让 但是所面对的都是狼子野心的强盗 从西方那里 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反而每况愈下 面临生子存亡的危机 因此从朝廷之上到乡业之间 排外情绪无法控制的高涨 民族主义情绪第一次让每个中国人 感受到彼此之间共同利益 只能靠自己来维护 然而 清政府的利益与民众利益并不一致 不可能控制这种情绪的蔓延 义和团 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不一样 它不是反抗无道昏居 反而打出顺清灭阳的旗号 得到皇族的青睐 传统知识分子对这一定不属于造反的群众自发运动不知所措 开明知识分子因他极端排外而不愿接近 导致底层社会为生存而滋生的民族主义渐渐失控 走向非理性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中国因非理性再次遭受屈辱 因屈辱再次刺激民族主义 从此 理性化的民族主义真正走上中国现代化舞台 10 落日西沉 1901到1911年 世界背景欧洲最美好的年代 新发明层出不穷 财富暴涨 海牙会议讨论财军与和平 得出尽可能人道的战争行为准则 不但没有阻止战争 反而是战争获得合法性 美国人人都向往美国 十年移民高潮 英国镇压爱尔兰起义 入侵西藏 南非布尔战争 争夺非洲 瑞典诺贝尔奖胜利 法国第一次还法自行车赛 巴黎万国博来会 俄国日俄战争失败 失去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日本 继甲午海战之后 再次重大的胜利 控制中国东北地区 旅顺图成 中国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 赔款并不仅仅只是赔款 清朝政府根本没有钱支付战争赔款 只好借钱 原先对中国恶狠狠的列强 居然削尖脑袋 走后门 争着要把钱借给中国 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借钱支付日本赔款 英国汇丰银行与德国德华银行 慷慨借囊 无利息 年限 以海关收入 水经为担保外 还规定45年期限不得提前还清 为还清之前 中国陷阱海关制度不得改变 作为担保的税金 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带登 简单算一笔账 45年期限仅利息一项 就超过本金一倍以上 更则赔款的利息也超过本金 中国哪里还有一点能力发展教育 发展工业 清朝摇摇欲坠的不同 作用就是让列强借出的钱不要泡汤 辛亥革命看似偶然的成功 象征着中国人民要换一种方式决定自己的命 从1905年最初科举制 到满清灭亡 皇权统治彻底消失 11天下大乱 1912到1919年 世界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文明走向自我毁灭 俄国十月革命 印度100万印度士兵协助英国作战 甘地非暴力运动 中国旧的消失了 新的应该是什么呀 中国人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新政府控制能力很弱 割据势力出现 每一个割据势力背后 都是各自的列强坐后台 向西方学习似乎是唯一的路 面对强盗 只能做强盗 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令所有中国人疑惑 这样的西方还能学吗 现代文明正在向自我毁灭 看不到挽救的方式 中国20万劳工前往欧洲战线 有幸成为战胜国一方 然而 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居然不还给中国 而是转手交给日本 中国真的只能做列等民族吗 五四旧王运动从一开始暗含了疑问 抛弃过去 创造未来 方向在哪里 谁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位于北京东丹耻辱的克林德牌坊 移植中山公园 改名为公里战胜牌坊 这会不会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是啊 寻找方向 1919到1937年 世界背景美国 巴拿马运河开通 大萧条 德国拒不支付战争赔款 法国进军 意大利 法西斯上台 英国 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灭火 筋疲力尽 印度 英国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 甘地抵制英国 日本 更大的称霸野心 中国 中央政府软弱无能 军阀割就混战 政党作为一种革命的手段 在中国出现 国共愤愤和和 军阀势力开始削弱 国共关系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列强的疲惫 休养生息 给了中国短暂的喘息机会 机会似乎更多属于国民党 但是危机再次出现 世纪之初 侥幸逃过被瓜分的命运 从卢沟桥的枪声开始 中国是否会成为整体的奴隶 实在 生存之战 1938到1945年 世界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文明在短时间里 再次走向屠杀和毁灭 联合国 世界政府的出行 对于强权 人权 主权的一个真正反应 但仅仅是开始 中国有史以来也许是第一次 每一个人都站出来 极致鲜明地保卫自己 生存是第一 幅圆辽阔 文化认同 生当正义这些历史留下的遗产 成为同仇敌忾 抵御外武 同舟共济的凝聚力 现代化终于以这种残酷的方式 触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我们无奈地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 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尊奉的真理 中国人民热爱自由 热爱生命 共同赢得了这场生死之战的胜利 但是 我们的命运改变了吗 李鸿章1877年创办的国有开平煤矿 八国联军之后 全国矿产都在赔款之里 开平煤矿被英国人夺取 二次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取 日本战败后 国民政府接收 居然交还给英国 由于主权的丧失 一家外国烟草公司 长期占据中国烟草市场70%以上 二战胜利之后 中国人再次面临选择 靠自己 还是靠他人 十四 决定命运 1946到1949年 世界背景 冷淡开示 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发展的 两种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纷纷独立 宗主国不愿放弃 冲突依然延续 法国再次进攻越南 要夺回殖民地 希腊 内战 印尼 荷兰人镇压 中东 第一次中东战争 印度 印巴分治 按计划 按计划 制定人